再來就是它的iSight的系統 它結合三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專注力警示 還有皮操警示 跟個人臉部辨識的安全系統 開車的時候 你想睡覺的時候 它會偵測你的眼睛 閉起來的程度太多次 它就會在你的儀表板上顯示 注意前方車況 好 大家好 我手服汽車的Omama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台非常棒的車子 就是這一台我身旁 2021年SUBAR路的Forester 森林人2.0IL iSight的版本 那這台車子呢 那大家也是知道 它英語維奧的水平對抹的引擎 再來是它的SAWD 對稱是全時四輪傳動 它可以讓你應付各種期需的路況 所以相對來說 以性能還有整個傳動系統 可以讓你開車更平穩更安全 那再來就是它的iSight的系統 它結合三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專注力警示 還有皮操警示 跟個人臉部辨識的安全系統 開車的時候 你想睡覺的時候 它會偵測你的眼睛 閉起來的程度太多次 它就會在你的儀表板上顯示 注意前方車況 所以來說這台車子非常安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內裝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一樣 摸門 這是一條線的喔 做起來比較漂亮 摸起來 給它打開門 好 我們看一下 哇 這台2021年的 森林人不是Omama在說啊 它內裝真的超新的 有沒有看到 而且還有搭配電動椅 這坐起來一定非常舒服 Omama坐起來給大家看 啊 舒適 前前後上上下下 非常的舒服 然後再來看一下我左手邊這邊 電動收拾後司機的地方 而且這個電動座椅還有附 兩組記憶功能喔 所以有不同的駕駛的話 能夠用記憶功能非常的好 好 看來我左手邊 沒有錯 這個就是它多媒體快播的地方 然後再來底下這邊就是它行車電腦快播的地方 右手邊就是它跟車系統的地方啊 它非常方便 而且它是有換檔撥片的喔 有自動頭燈也有自動雨刷 各位看一下它的里程序 哎呦 真是有夠讚的啦 跑一萬九千多而已 跟新車一樣 跑非常少 而且前車主全程都有在原廠做保養 是有保養紀錄的喔 好 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按鍵 其他的比較簡單的我就不講 就講這個眼睛的地方 就是剛剛Omama講的 它的偵測系統安全系統 可以偵測你在路上有沒有睡覺玩手機 睡覺玩手機它就馬上提示你 OK 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內部的中控儀表台的部分吧 GO 好 各位 粉絲們 我們來看這一台 SUBARU森林人裡面的內裝 它一樣就是有一個大的螢幕 然後還有前面一個小的螢幕 這個前面小的螢幕 就是行車資訊的螢幕 那當然你如果調冷氣的時候 雙區恆溫都可以在這邊做顯示 那看到儀表板上面有一個偵測的系統 它就是臉部辨識的地方 所以非常兇猛 厲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多媒體主機這邊 那這個多媒體主機 那藍牙 音訊啊 還是調頻廣播都有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 智慧型手機 它可以連接Apple CarPlay 也可以連接那個安卓的 NGAUTO 都可以連手機投影 也是非常的方便 按為首頁 再來這個有環境的功能喔 所以各位 停車不好的 有環境這個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底下 一樣喔 外接的音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好 那搭載的字牌 非常的好開好上手 那這邊 就是它的自動手查車 跟自動出車的地方 那當然大家一定知道 真寧忍它這個標配的東西 叫做Export 就是可以讓你應付各種崎嶇道路 所以這個轉下去喔 玩沙越野 非常的nice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iKey的地方 我們熄火 各位看一下我們前面的螢幕 在你熄火的時候 還有兩邊的車側影像 保障你下車的時候 開門不會去撞到任何東西 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後座空間 表現到底怎麼樣 GO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森林人它的後座空間 表現到底怎麼樣 我們馬一樣坐進去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馬最喜歡坐森林人了 為什麼這麼說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的 西部的空間 真的非常非常的寬敞 而且頭頂也是 是非常寬敞 重點是它的椅背的傾腳 各位看我一下 我躺一下 哎唷 用鐵 太舒服了 還有配上後座出風口 實在是非常的優秀 好 那如果有兒童安全座椅的需求 這邊也有ISOFIX 可以讓你放兒童安全座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森林人它的後車廂表現 我打開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後車廂空間 是不是非常的寬敞 而且原廠的他店 還都還有附給各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底下 有什麼東西 沒有問題 它的隨車工具 全部都在裡面 非常的好 還有備胎 這邊全部都付給各位 好的 那如果各位 想要讓你的後車廂空間 有更大的容積量 這邊有一個快導 各位可以看一下 嗯 我們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椅子就往前倒了 再按一下 哎 往前倒了 非常的方便 我這個 遮陽臉 我再給它拿下來 看一下它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寬敞 底背 六四分離之後 你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是相當的便民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後面的車漆的部分 我媽最常說 右方屁股是最常怎麼樣 可捧的地方 有沒有刮傷 沒有 刮傷 非常漂亮 非常優秀 而且它側面的設計 也保持得非常完美 連它的輪圈 哇 這雙式的輪圈很漂亮 都沒有任何一點可捧 非常的好 而且這台車子 它是有車底心理架的 所以 用這台車的時候 可以放一個書包 可以讓你載更多的東西喔 如果你是有露營的需求 是非常的方便的 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SUBARU森林人 它引擎室的部分 來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它的招牌的水平對臥的引擎 那各個鎖點一樣 都沒有轉動的痕跡 非常好 那我們各位請第三方認證 來幫我們做鑑定 確保這台車是沒有任何重大 四度泡水 甚至引擎變造的車子 那當然 好不好 跟大家做個結尾吧 好 OK 這台2021年SUBARU森林人2.0ILI賽的版本 不僅搭載了自動車 環境 還有手機投影的CarPlay 而且這台車子原廠保固中 只有跑一萬多公里 非常非常新 新車大漲十萬塊 我們首付汽車不漲價 你現在買新車一百二十幾萬 首付賣給你多少 沒有聽錯 86萬八千塊 非常划算的價格 就可以入手 我這一台有四輪傳動 又有跟車的強大森林人 帶你上山下來 沒有問題 那喜歡這台車 記得來手扶汽車 知名歐媽媽 好不好 那喜歡這部影片 幫我按讚 分享 下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實在就是 SUM M